今天概念如何 移到俄羅斯的 特別是首都莫斯科 自從俄會戰爭以來 俄羅斯似乎被世界隔絕了 當然很多制裁政策 令到它很多的商業活動 也需要改變 但俄羅斯的角力似乎 並沒有因此而大幅折損 而他們的總統普京的勢 也相當強硬 又怎麽突然說一件事 俄羅斯將會迎來 侵污之後首次的總統選舉 對 首次總統選舉 其實只有一個人選 雖然有三個其他候選人 但大家都知道 那些出來陪跑 也不知道看不看見人家的車尾燈 但普京也不想投票率這麽辱酸 沒錯 還要全力去炊谷 因為這個投票也反映出民心所向 今天的國際焦點 又是選了 普京都不知選了多少次 每次他出來選都會贏 已經讀定了 這次的任期是歸零之後 他又重新來過 如果他選完這次贏了 他可以六年後再去選連任 怎麽用歸零的字眼呢 其實俄羅斯也有憲法 憲法規定了所謂元首的任期 為什麽歸零呢 我由頭算過 那你便可以做下去 不斷由頭算過 無論怎樣 這個是普京爭取第五個總統任期 他勝勸在握的 但是過去他曾經 對上一次的選舉 他其實拿到七至八成的選票 76點多 他現在拿不拿到呢 所以他特別出來 他說我請求你們出來投票 展現你們的愛國和公民義務 特別現在俄乎戰爭期間 是很需要自己的國民支持 去打這一場仗 當然俄羅斯這個民族很特別 我們不可以從我們香港和西方世界去看 他們那個民族那種的自尊 和他們可能特別老一輩的俄羅斯人 都會有類似普京 我們要重溯當年 這個蘇俄時代那種的盛世 普京在很多的選民心中是一個英雄 關鍵就在 很少提到俄羅斯的年輕人 怎麽看現在的時局 俄羅斯年輕人 其實和香港年輕人會不會是一樣呢 就是事不關己 我最重要其實是關心自己 那個個人主義和不關心政治的心態 似乎是禮慢了在俄羅斯本土上 所以從這次選舉當中 我不知道俄羅斯是否有一個比較長進的選情分析 除了投票率之外 選民比誰的年紀族群的投票率高些 對年輕人的投票率如何呢 其實我們看回我們比較熟悉的台灣選舉 美國選舉 對年輕人的投票意向 總以左右大局 但這個情況在俄羅斯就不會出現 因為基本上是一個人跑 關鍵在於你去不去投票 俄羅斯青年人的心態是怎樣呢 明報是派記者去當地 明報叫做有些作為 其實這個作為是要用錢來打造的 他們找了一些年輕人 就說其實不是我們看 就算是烏克蘭本身也是 或者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也是 各種反人道主義 反進步主義 反自由主義的力量在全球上升 這可能是關乎到俄羅斯在新聞約制上存在 都挺緊的 所以從俄羅斯 站在俄羅斯的角度上看的國際視點 可能是受過篩選的 所以就算外媒去到俄羅斯訪問 我相信也有很多紅線 也不是你隨便找人去訪問 我相信明報去報主記者去俄羅斯訪問 也有人要鋪橋搭路 不可以在街上隨便抓人來訪問 不可以在咖啡店訪問 知道俄羅斯不是像西方世界一樣 但他所訪問的對象 都要用假名的 第一件事我覺得是 我很認同 我相信這件事是挺真實 就是現在的俄羅斯新一代 是處於一個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現象 大家對政治有一種無力感覺 不知道會不會舉報我 於是大家很個人主義 我有我的生活 反正這些事情我無法改變它 你不能不接受你在這裡生活 或者我行我素做自己做的事 這我相信也是俄羅斯 一個可以理解的現象 對 明報所訪問的年輕人 他說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你死我活 不會停止 即使俄羅斯戰爭結束 這種也不會停止 這對俄羅斯人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唯有希望俄羅斯和西方國家 有合理的政治家 找一個合理的解決衝突方法 所以關係到可能是早前教宗所說到 但現在這個情況下 雙方主要都騎虎難下 中間的力量似乎也很難去改變了心結 因為如果一回到談判上 大家看你籌碼多少 現在俄羅斯當然是多籌碼 那麼烏蘭燕會處於劣勢和你去談判 所以我相信連司機都想過 等我反攻有些成果 大家旗鼓相當 大家都不想打了 那就去談 那其實也是一種政治的無力感 很顯然是這樣 明報的記者也訪問了 是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學院的院長 他就說普京的連任 這個可能是老鬼的看法 對穩定的承諾 國家就會穩定一些 這個理論成立一個長期執政 一個獨立大權的領袖 一旦他有什麼改動 你變成群龍無首 群龍無首 因為沒有接班人 沒有什麼 接班有問題 行政有問題 大家可能在爭權的問題 所以說 獨裁者有一個賣點就是 因為我獨裁 所以很多事很穩定 但是獨裁者最大的問題 你那個接班問題 所以一出現獨裁者 你可能是新顧好什麼好 就會亂 俄羅斯大選今天開始 15至17日 投票頭幾天 我都希望他們在數據分析 但我相信是沒有的 因為年輕族群的投票比率 還有在哪些地區 城市地區和鄉村地區 是有些不同的 就算有些數據出來 官方那些 我們都用來參考 參考參考 參考資料來的 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